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什么样的视频 就请你问我嘴 现在要把这位歌手请到我们今天对话中的现场 来 掌声欢迎王建林先生 欢迎王总 谢谢您再次来到我们对话节目当中 这回他们的掌声可能跟您金银万达没太多的关系 是被您刚才在舞台上的表演所折服了 你对自己的歌艺还满意吗 还可以 还可以 有人说您是会唱歌的人当中企业做的最大 也有人说你是企业家当中最会唱歌的 比较贴气 已经比较贴气了 最近我还看到了一个新的描述 不知道您喜不喜欢 就是说他们把您称作叫摇滚首富 这个倒不一定 唱摇滚是偶然间的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数字 说有90%的人力挺你要上春晚 如果你要上的话 他们一定就守着电视机前 所以你会满足他们这个心愿吗 不 您是不愿意上 不是不是不是 那我上春晚干嘛呢 我企业家里别扯 王健林先生现在正率领着他的万达 在国际的影响力的构建当中 不断的体现我们中国企业的一些身影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看得清楚 您的海外布局和全球投资的逻辑 就像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贾行僧 里面唱的一句歌词一样 我要人们都看到我 后半句是 但不知道我是谁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那今天我们努力的来看一看 王健林先生和他的万达到底是谁 他们顺着什么样的一个投资逻辑 在布局全球 好不好 好 来我们掌声欢迎王健林先生入座 来 我请 今天不仅有坐在你对面的这些观众 其实还有四位嘉宾 现在他们都躲在我们的大屏幕的后面 听说他们每个人都是有备而来 我想现在请大屏幕之后的他们每个人说一句话表达一下你对王健林先生和万达的关心 来有请第一个问题 当万达从地产万达走向文化万达 从中国万达变成世界万达 在这个过程中万达的企业文化应该如何的与时俱进 来我们听听第二个问题 万达商业地产整个上市的过程其实也比较波折 但是我今天想和王总请要一个问题 为什么在上市一年多之后 然后就很快的做私有花 好 谢谢您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三位嘉宾准备的问题是什么 我想知道万达花了230亿 并购完春季营以后 下一步到底如何进行整合 尤其是在文化方面的整合 关注的是文化方面的整合 来下面是我们的第四个关注点 上海迪斯尼乐园即将就要开圆了 王总也在多个场合都说过 迪斯尼能做到的万达会做得更好 我们就特别想知道 对于成立已经90多年 创造了无数非常经典的形象的迪斯尼乐园 王总准备用什么样的速度 用几年的时间来超越迪斯尼呢 如果我们把这四位嘉宾请到我们的台前来 你对其中的哪一个问题最感兴趣 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迪斯尼的问题 好 来我们掌声欢迎四位神秘嘉宾出场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四位嘉宾的身份 他们分别是中国企业家杂志的执行主编何一凡 财经杂志的副主编马克 中国经济周刊的执行主编姚东勤 以及界面网络的合伙人王强 好 欢迎四位 是不是女性的优势比较突出 所以你的问题在三个大老爷们之后 就突然间凸显了出来被王总点中了 这个问题本身也比较尖锐 这是问题 对迪斯尼 这是一个知名公司 也算我们的同行 因为电影它也做 主题乐业也做 我们也在做这两个方面 首先应该承认 迪斯尼是一个全球娱乐业 应该说是第一品牌 但是我对他们在上海开迪斯尼乐园 我是有胜算把握的 而且我在公司内部讲了一句话 要让迪斯尼中国的这一块财务 十年到二十年之内 饮不了力 你觉得他们听了你这番话 会不会当场也哭了 他们一直把我们视出最强劲的对手在中国 我曾经说过 迪斯尼一个乐园 它只是一个世外乐园 在上海完全做世外游乐项目 我个人觉得气候不是那么有优势 夏天雨多 没有黄梅期 几十天 冬天也比较冷 再一个 现在已经不是看迪老鼠唐瓦牙 就为之疯狂 盲目的追随的年代了 所以完全是照克隆以前的那些IP形象 克隆以前的那些产品 我没有更多的创新 而且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它高昂的成本 这一个乐园开出来 跟我们南城乐园规模差不多 它花了55亿美金 这个叫我完全无法理解 我们内部都在分析 它为什么如此昂贵 所以它这么高昂的成本 我就断定 它只能采取高价格 来维持财务平衡 高价格就会流失客户 再加上中国有万达 它实在不应该来中国 它来了我们这个 因为我们有一个战略就是说 豪虎架不住群狼 你上海一个迪士尼 万达在中国 可能就其他全国所有地方滑了滑了 开着15到20个 而且我们的速度可能更快 对速度更快 而且再一个 我们是每一个乐园 跟另外一个乐园 都完全不同的业态 对不断的创新 而且势力失败结合 所以我觉得我对迪士尼在中国的 至少财务的状况的前景 我不看 回答完了你们的问题之后 我想我们也要在虚拟观众席当中 再来回答一下几位观众的问题 有一位说 王总 您曾经说过 万达在海外并购最核心的竞争力 就是有钱 那万达到底有多少钱 要讲有钱 我怎么比得上国有企业呢 对不对 但是你发现一个问题 海外有一些评估机构投行认为 说万达不断的并购 产生极重的财务负担 今后现金又怎么办 负重前行 其实对 其实他错了 你认真看一下 我们的所有并购会发现一个特点 我们并购完了以后 都会在一到两年内 把它资本化 资本化的时候 我这笔并购的钱都会拿回来 所以我们不会一个字的负债 来扩张自己的业务 你会看到大家 其实在解读万达的时候 会带着很多的不理解 专业机构可能会说 你是在负债前行 非专业人士可能会说 你是胆子足够大 比如说下面这个问题 王总曾经说过 什么清华北大都不如胆子大 万达如今所实现的海外布局 都是因为你足够胆大包天吗 不有一句话 心有多大 我才有多大 你首先连想法都没有 你连去做的这个胆量都没有 怎么可能有成功呢 我说从这点而言 什么清华大 北大都不如胆子大 其实我们的海外扩张 恰恰是胆小 我们2005年是2006年 起文化信息 第三次提升的时候 就提了核心的八个字 叫做国际万达百年起 但是提了以后的 长达五六年的时间 都没有迈出国际化这一步 就害怕 主要害怕 说国内虽然很成功 咱们都成功 跨区域也成功 做文化也成功 做旅游也成功 但是出国 万一舍了怎么办 另外再加上很多 很多专家给出一个意见 说凡是国际并购的 平均失败率为70% 这一听这个数字 就越来吧 所以好多机会都赏识了 直到MC这个案子出来以后 我们觉得第一 它这个业务跟我是相通的 我们本人在中国做电影院线 而且做了这么多年 直到大概电影院线 就这一点东西 它不复杂 它们没有什么复杂 再一个金融危机 这个叫价 经过我们的谈判 从14亿谈到了7亿 美败 当然加上负贷 但是购买股权价格只有7亿 因为降了一半 那我就想 如果再等一等 会不会这个机会就没有了呢 正好是金融危机期间 有这个机会 果断的出手 所以说我们想降了一半 可能是再不会再降 所以就果断的出手 其实我们走出那一步的时候 其实被资本市场 特别是被对美国华尔街 是不被看好的 很多人等着看我们的笑话 说你个中国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说国际上从未有跨国院线 并购成功的建立 包括美国的一些院线 当时并购欧洲的 包括哪里 国际上从来没有一例成功 后来我们想 哎呀 那就是失败的话 这7亿美元 也不至于10万产 产生颠覆性的风险 很况我们觉得 如果给一些政策的调整 应该能领利 所以我们才走出这一步 所以一开始也是试水 对试水 其实恰恰不是因为走水 胆子大 还是未受未剿 到我们真正国际化并购 走2010年到2012年 实际上这个 已经在中国不上先例 已经很多企业都走出去了 只不过我们走出去 是跟别人不一样 一般不会走资源 别人出去 国际并购都是走资源领域 或者走制造业 我们没走这个 我们进去就走的是高端服务业 对 实际上到服务业领域 这是一个创新 只是这个 前一段时间 我知道王董和自己的团队 去了一趟英国 走进了大英博物馆 我想说的是他们去大英博物馆 不是去参观 而是在那做了一本书的发布 这本书叫万达哲学 我当时特别的好奇 像大英博物馆这种地方 恐怕不是我们随便想去发布一本新书 就可以进去的 一个是大英博物馆跟我们讲 它是第一次大英博物馆为一本新书举行发布仪式 大英博物馆是一个很牛的一个世界上最著名的博物馆 世界三大博物馆之首 说能在大英举办展览本身就是成功的一种标志 所以我们觉得他能给我们这个场地 能允许我们发布新书 就是给我们足够面子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第二个呢 再加上我们选了出版商 这个世界著名的一个出版商 他就是英国公司 本土公司 所以这两个原因出事 我们就下决定在大英博物馆搞这个发布一事 就有所知就是王总在大英博物馆发布这本书之前 他还在牛津大学做了一个演讲 然后王总还说2016年他还要继续买买买 而且就是王总他去英国他不仅投资 他还会创造很多的就业的机会 英国人确实需要王总这样的大金主 这是我觉得一个主要的原因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发行 可能对于英国来说 也会是就是借此推动国内民众 对于万达或者对于其他国家的投资的理解 几乎你的每一次国际上的行踪 可能都会引起这样的正反不同的解读 包括接下来我们要涉及到的这个事 也是如此 就是万达成为国际足联的顶级赞助商 2016年3月21号 万达集团与国际足联共同宣布 万达成为国际足联顶级赞助商 将享有2016至2030年国际足联顶级赞助商权益 这一级的赞助商拥有使用国际足联 及其举办的包括足球世界杯在内的所有赛事 进行全球市场营销的权利 全球最多只有八个名额 此前国际足联的顶级赞助商包括口可乐 阿迪达斯以及现代汽车等多家知名跨国企业 而万达此举也得以成为国际足联顶级赞助商里的首个中国企业 我看到的新闻报道或者是大家的反应当中也是两种 一种是国际足联需要这样的金主 一种是王健林对世界足球和中国足球情有独钟 所以到底哪一种解读会更加靠谱一点 万达不是慈善机构 他不可能把这个大把的钱 对对 为什么社会 为什么什么中国足球的这个做事放在首位来思考 但是也不会的 我们之所以成为他顶级赞助商 这个事情其实讨论了一年多了 合同早就逆好 其实在上任昨天主席的时候就可以签署了 只不过我们当时分析一下情形 就觉得可能会这个人事上可能会有一个时间会有个变化 是您和英凡蒂诺先生更好 所以准备放在他的人气上中来签 是我们那个银行公司的团队 他们是这个体育界的这个资深的团队 他们给我一个建议说 再放几个月 看看这个人事最后怎么个走向 那如果新的主席到任 那给新的主席签可能是更贵 更好一些 所以我们我听从他们就是一个建议 所以这个并不是说新起来吵新的主席上来办法就上去 你这个谈判也不可能 国际组联谈判那个合同 赞助合同好几百页 它涉及因为涉及产权 知识产权 涉及产品形象 什么地方展现 在哪地方展现 又有什么形象 很复杂的 这些复杂的事我们可能都听不懂 但我们可以听懂一个数字 就是最后您花了多少钱成为了顶级赞助商 这个数字我还真不能公布 因为我们跟国际组联有保密协议 它每一个赞助商的价钱都不一样 另外我们更主要的不是为了帮助国际组联 其实我们双方是互利的 双方是互利 首先银芳是国际组联的 算是最大的代理公司之一 我们代理的国际足球在亚洲的媒体权和转播权制作 这个代理的国际足联的转播 现场转播 或者包括一些赛事转播制作团队 本来就是银芳公司 再加上我们还有其他的业务 您看到观众的提问里 就跟这件事有关 媒体上一种说法是 因为国际足联最近正处在内忧外患当中 万达这是趁火打劫 有抄底之嫌 王总您怎么看这种猜忌 又一种猜忌了 当然了 他这种困局 可以说国际足联 因为腐败案件的被揭露 由两个战争上退出了 再加上国际足联出现了几十年以来第一次亏损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去肯定 那就相当于 雪桌送炭 哥们有困难支持一把 那肯定好感是一定的 大家支持 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个不存在什么 超不超底 到目前为止 万达在全球的体育领域当中的布局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4500万欧元入股马进 10.5亿欧元并购银芳体育 6.5亿美元并购世界铁人公司 当这三大并购的举动出现的时候 人们的第一反应是 这三者之间有联系吗 铁人和银芳有联系 但是我们有体育产业的布局 不是完全考虑联系的 因为银芳里边有铁人的项目 在欧洲举办的铁人世界杯 就是由银芳在办 所以我们想并购它以后 整合 就把凡是三项运动这一块 全部都给它 那么现在形成了铁人公司 就是绝对的话语线了 所以这个运动 基本上接近垄断 所以我这个是有联系的 但是比方说我们还会有 其他的一些项目 可能就不一定有什么联系 您在体育方面的这些出手 也有让大家不理解的地方 就是在国内我们看到 万达跟体育之间的联系 大概是赞助中国足球 这是给大家留下印象最深的 但是在整个的产业上 似乎并没有太多的一个布局 您就开始在海外布局体育了 这当中怎么来嫁接这样的一个 内外之间的力量 对体育产业的热爱 首先应该是源于我本身 中国最早搞足球俱乐部 现在后来又重新回头来 搞体育产业 思路就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就是说你能看到 我们现在就是不搞俱乐部 我们基本上不买俱乐部 为什么不买俱乐部呢 不管什么俱乐部 足球的 橄榄球的 冰球的 棒球的 篮球的 所有的俱乐部基本都不赚钱 我们讲话有面子没理子 就是都是一个很有名的俱乐部 社会地位高 但是基本上盈利都被谁拿走呢 都被球员拿走 他就最多是维持收支平衡 但我们搞产业不一样 我们搞产业 我们讲了我们就是努力的往 B段和A段上走 就是第一 成为国际单项组织 而且这个体育组织一定是这个产业 能够做大 而且能够职业化 我们会往这种体育公司 这种体育组织去获取它的独家代理权 或者成为它的商业合同伙伴 再第二个 我们所有并购体育这些公司有一个基本逻辑 就是这个公司的运动能够在中国落地 就是说产业只有在中国做才会有高额的利润 才会有超高的成长 成长性 因为在欧美呢 是 虽然这个体育产业很稳定 它是每年的 比方说你想 银房就代理国际租联 代理七个冰雪项目的代理费 就每年的足够足够吃的了 但它的盈利非常稳定 大的增长是没有 但是反过来 如果比方说 你看我们在中国 一落地搞一个项目 中国体育产业是什么呢 婴儿期出生 刚出生 我们体育产业 人均只有美国的五十分之一 人均五十分之一 在世界上也是处在极度落后 我们体育产业是刚刚开始 我们中国这么大才几百亿美元 而且我们体育产业国家 也有一个雄雄勃勃的规划 2025年实验之内 要做到八千亿美金 五万人民币 要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之一 你说给我们画了多大一个饼 是不是 哪一个能够是说想象 特别大的想象空间 对 特别大想象空间 而且事实证明确实 旅游产业体育产业这几年 还包括娱乐产业 都是发展的非常迅猛 所以我们觉得你说刚才跟你讲 我们的并不逻辑就是说 这个运动能够职业化 第二这个运动能带中国落地 这种公司我们就回去买 提到万达 人们常常会不由自主的说 他就是一个买买买的土豪 但是如果真的只有这么简单的话 万达和王健林 也就不会成为今天的万达和王健林 事实上很多人都看到 在2015年 王健林就已经在全球布局体育产业的并购 而早在2014年 国务院的文件也特别强调 要把体育产业的发展 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当年王健林杀入电影市场的时候 整个中国电影的票房只有10亿的规模 而去年这个数字是440亿 远见以及善于从鸿海当中发现蓝海的思维 也许正是成就万达全球跨界并购的重要依据 除了在国际体育领域当中的这些布局之外 我们看到万达在文化产业方面的布局也都是大手笔 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 万达也完成了中国迄今为止 在海外最大的一宗文化产业的并购案 2016年开年一时 万达集团延续2015年海外并购潮 宣布赤资35亿美元 约230亿元人民币 百分之百全资收购美国传奇影业 收购传奇影业成为万达集团 即收购美国第二大院线 AMC后的又一大工作 也是迄今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最大一笔文化产业品购 传奇影业是好莱坞著名影视制作公司 在美国传奇影业是除了好莱坞六大电影公司之外 实力最强的电影公司 近年来传奇影业先后出品了一系列 具有全球影响的影片 包括颠覆侠系列 盗梦空间 侏罗纪世界 环太平洋等 在全球累计获得超过120亿美元的票房 此次收购传奇影业也使得万达集团 打造了其电影制作 院线发行为一体的产业链 极大的提升万达在全球电影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和话语权 其他的人都在忙着开始算账了 说王总这次的花费到底值不值 他肯定值了 我曾经在几年前说过一句话 我说生意做的最高境界就是空手道 就是不花钱 能玩 但是这个空手道是建立在 绝对的实力和品牌基础之上 迪士尼是不是空手道 他就空手道 到各地去投资 基本他不出什么钱 他用品牌 特许 就要你特许经营等等 你像麦当劳肯德基 现在叫全球各地 大行其道的特许经营 一分钱不达 用我的牌子 我收钱 等等这个 空手道 所以说一样 就是这个 我们像比方说 因为在娱乐产业里面建立了自己的品牌了 那我们现在买了 传奇回来 我们刚才讲了 我们两个月前搞私募吧 拿了158亿 那你想158亿已经比并购的钱还要多了 扣了税以后 去掉税收以后 等于把我们这次并购的钱全部拿回来了 而我只是稀释了我影视产业的一点点股权 所以说就没有什么负债 所以说这种并购的话 如果是占了这模式 我们几乎还会不断的搞 当然要能达到这个境界是很难的的 你必须要建立长期的名声 品牌的影响力 和别人信任你 相信你 投你的钱能赚钱 其实你和好莱坞之间的接触 在早几年早就已经开始 但是在好莱坞那么多的公司当中 为什么你偏偏看中的是传奇营业 我看中的是六大 他不卖给我 那么在六大之外 能够我们认为能够可以买 而且有比较好的影响和IP产品形象的 那就是传奇了 当你开始打定主意 要收购它的时候 它的整个的经营状况还好吗 传奇是一个起伏 不是太稳定的公司 最好的年份 税后利润超过了两亿美元 差的年亏损也差不多有几亿美元 它核心的原因就是看产品 就这一年 大小年 这一年帮工推出一两个大作品 这一年财宝就好看了 这一两年就没有好的作品出来 或者这一部就投了一部作品 但这一部作品巨亏 可能就造成亏损 那我们现在买了这个公司谈判之前 这个谈了很长时间了 谈的时候对这一类的今后的风险控制 比方说要求每年的要求怎么投资法 然后怎么利润怎么样一个程度保证会有 已经有了制度性难 我想问王总 万达在并购AMC过程中的一些成功的经验 是不是能复制到对于传奇盈利的整合中来 这肯定的 因为AMC买它的时候 它已经连亏若干年了 不然基金公司也不会卖给我 那为什么买了当年盈利呢 其实核心的问题就是解决有主人的问题 这个美国的公司啊 看起来很多公司很大很大 其实已经没有主人了 就职业金的人在操盘 股东都很小 若干个股东 所以很少人关心这公司的未来 或者说比方说 我现在投一项研技术 投一个产品 要五年后才能建肖 不会 所以这也是 我们其实去了就是解决有主人 那我去了 比方说马上建立基督制度 然后每年有责任目标 完成会有这么个奖金奔成等等 很简单的这些制度上设计就成功了 当然我们会把这道东西克隆到 不是传奇 克隆到所有的生活 传奇和AMC是万达基金为止做的比较大的两个收购 你看中AMC什么 看中传奇营业什么 看中就是我们在国际行业的话语权 我们在中国做的再大 你也就影响中国 买了AMC 它现在在北美市场占了33% 三分之一是天下 那你想中美两个世界最大电影市场 我都是主导地位了 这现在话语权绝对不一样的 在万达并购了传奇营业之后 中国有关部门就说要以这次并购为一个契机来推动中美文化的这种融合和交流 未来我们会有更多的中国电影去往好莱坞吗 并了以后肯定的说老板换成中国人了 他的电影当中肯定要增加中国元素 或者甚至不排除将来讲中国故事 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 万达买了AMC以后 这四年时间 我们在美国放映了超过50部中国电影 只不过我们宣传不多 我要宣传多了 这美国政府可能以后还真就不批我其他并购了 这个我们创造了中国电影在美国商业化放映的零纪录 就突破这个纪录 在并购AMC之前 中国没有一部影片 是市场化在美国放映的 就是那都是国家比方说 给予钱买这个中国片子去帮忙放物场 免费送票都这种 那我们买了这以后 这四年时间超过50部影片 去年一年就放映了15部中国电影 我们没有给他下达指示 一定要放多少中国电影 但是你这个经理人会想吗 老板都在是中国人 他能不买中国电影吗 对不对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最初人们只是看到你买院线 现在看到进入到制作公司的购买当中 是也希望在海外构筑一个 在电影领域当中的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吗 是这样 有产业链以后能提升比较效益 如果你自己制作自己发行自己来放映 这个肯定收入就不一样 你比如说国外电影公司在中国只能分成25% 这是远远低于国际标准 国际上的话差不多电影制作公司的分成都在50%到60%之间 但是如果说这公司是我自己的 它分不分无所谓了 反正我国内我院线多分一点 发行是我自己的 反正这块利润在不是在这个锅就在那个锅里 反正这几个锅都是自己的 那就好多了 基于这个考虑 再一个 你想我们的目标不是在当中国的这个行业的老大 我们目标是想成为这个娱乐产业的全球的老大 那一定是要在这些主要的娱乐国家 美国呀英国呀 这是一定要有所作为的 王健林说未来最赚钱的行业是文化产业 我也记得马云曾经说过 一个国家的文化产业如果不发展的话 那么这个国家永远只能是一个爆发户的国家 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的文化产业已经有了大规模的发展 电影的票房突破了440亿 电视剧方面大戏频出 一个IP轻轻松松就可以卖到八位数甚至是九位数 而且大批的资金正在大规模的杀入文化产业 今天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万达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布局 而今天当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如火如荼的时候 他们已将布局的目光描向了海外 从这样的一个过程也许我们可以追寻到万达布局文化产业的一些脉络和思维 刚才我们看到的对传奇的收购也好 或者是成为国际足联的顶级赞助商 等待你的都是掌声鲜花 我要找一张照片给王总来看一看 让王总回忆一段可能未必这么愉快的经历 王总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位于什么地方的什么楼 这是位于西班牙首都玛德里的玛德里广场的西班牙大厦 它这个楼就相当于北京的人民大部长 或者叫博物馆 反正在当地人的心里 正面就是皇宫 它就是一个地标 地标 这个楼它不是真正的历史建筑 因为这个楼只有50年时间 50多年时间 但是因为这个楼的一个是地理位置特殊 正面是皇宫 这边是一个重要的政府建筑 这边就是西班牙大厦 我买了当然可能本身地位的作用 可能西班牙的国民有些人就玛德 他接受不了 所以就有人发起一个网站抗议 就说希望不要让我把这个网站猜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网站上的一句特别狠的话 瓦德里有400多万市民 7万还不代表多数 你看他这么发起 忽悠了一年多也就7万人签名 我发现您理解问题的角度跟别人不太一样 你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 你想如果激烈反对的话 他几百万市民签名的可能就不是7万了 可能就70万了 首先很多人都很清楚知道 这不是一个历史保护建筑 再一个我们说了 这个楼已经控闲了若赶年了 他为什么呢 这个楼是从银行贷款 西班牙最大银行贷款建的 完全贷款建 还不上贷款被银行收回来 收回来以后呢 又没有做其他用途 所以这楼就被闲置若赶年 零就业零税收 这楼已经闲置在那了 我买了以后 而且是西班牙的专家鉴定 由于不使用的原因 闲置多年的原因 这里边很多钢筋 锈室 这个楼已经不能承重 就是说必须要拆除 必须要拆除 还不是我的意见 我能是 这土豪市里去了 说这楼还能用 他就拆了重来 那我怎么可能呢 是吧 是这个楼 如果能稍微改造改造 那么更上成本嘛 那拆了重现成本要高嘛 就是没有办法 而且是当时的那个政府 那个政党 麦克文的时候 是同意我们拆除重建 而且这个拆除重建 会来创造多少多少税收 会来整个大楼创造 超过400个到500个就业岗位 等等 但是我没想到 一大选 跟麦克文的楼 前协议的政府下台了 反对党上来了 上来这个反对党就说 不行 不可以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就 那这其实挺难的 因为14年的时候 毕竟我们花了2.65亿 真金白银 这个楼7亿多 真本 7亿多 对 它实际上是银行烂账 我买的实际上很便宜了 所以我现在进退有据 我现在一看 跟他协商半天 他老说就是不行 所以我就给我们海外中心同志们讲 他这样说不行 咱然惹不起 他躲得起 卖掉 咱们走人 我们就宣布这个楼要出售 出售 然后不再投资了 而且本来原来预定的西班牙的有更大的旅游项目 我们也现在搬到法国去了 这消息 这下政府着急了吧 他们 老百姓就对政府巨大的抗议 因为西班牙的就业实在是太糟糕了 所以说大家就对政府压力非常大 所以政府现在又过来跟我们商量说 你们还是继续往下做可以裁 所以我们现在就等他最后给我们一个 我说你不要嘴说 给一个正式罕见 你说我们能重建 那不排除我们再回头 我们要整下去 这毕竟这个位置重要 我们不会跟钱过不去 这样的一个项目真的是有点一波三折 好事多磨 好事多磨 我感觉这是一个 其实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案例 其实这个七万市民的反对 其实在马德里来说也不算少了 那么对于万达来说 从这个商业的角度出发 我觉得是其实是没有这个披露 但是从这个 就作为万达这么一家大公司 从文化上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比如说是不是在这个坐这个楼之前 因为政府会换捷 但是人民是不会换捷 如果万达之前 就提前自己先做一个网站 征求一下马德里人民的意见 说我们这个楼应该怎么搞 然后有什么这种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最终你规定采纳他这个建议 但是这个沟通的过程 会让人感觉很舒服 麻烦了 你这一沟通价格就变了 听说万达要买 那你买的时候还不能上万达 都用别的 最后就变成四亿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两难问题 就是在商业上的考量 和这种文化的这种融洽性的这种考量 因为这种地标性的建筑 它实际上是属于一个文化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不简单单是一个建筑的 其实对我们就是刚才讲了 就获得的教训 就是说今后不能投资 没有获得规划许可的项目 对中国的企业也是一个要需要谨记的教训 就是这个事 这个事情就让我想起了刚才我们开场的时候 王总您说的在国内并购的时候 我们可以本大一些 但是到国外并购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胆小一些 因为您不知道国外的水有多深 说实话万达在海外投资地产类的项目 本身就属于从属 就不属于主业 地产类的项目 我们只投资有地标意义的酒店 为什么呢 我还是有点这个情怀的 我觉得在世界的奢华酒店 或者叫知名酒店品牌里面 没有一个中国人 没有中国人 但是觉得这个事有多难吗 那我就不负这个劲 所以就下定决心 在海外再去发展的时候 必须要用万达的这个品牌 我们在海外定了一个标准 同意用一个品牌叫万达文化 现在海外已经有八个项目 我们还会继续前行 但是不会太多 会在地标国家地标城市 大概投那么十五大时候就拉倒 就建立起一个中国人的 这个酒店品牌就OK了 这个不是万达的投资主业 而且一个项目也就是个几亿美元 如果我还有一些开发 还能再收回一点 那就更少了 所以在这个方面 我们给我们就是说 今后在投资业的项目的时候 更加小心点就是 不是我们的主意 从前面开始到现在 我们看到王总率领的万达 在国际市场上的征战 有顺利的 也有遇到的一些挑战 无论如何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万达的 国际化的全球化的布局 来看懂他们的商业逻辑 今天我们在现场来一个角色互换 我特别想让一直坐在对面的四位 换到王总的位置上 请你们站在王总的角度 告诉大家 我们的海外布局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好不好 来各位做一下准备 我们来一次角色互换 好了 四位已经处在了一个全新的角色和角度上 四位当中 谁先来 把握住机会 因为稍后我们的评委 手中只有一张票 非常宝贵的票 来看一看谁是最懂万达的人 万达的下一步 我也很努力的能够尝试站在您的角度去考虑的话 其实我觉得万达的下一步的国际化 最好是能够做养老和医疗 其实您以前也谈过 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长期的稳定的现金流 最好还是能够收购一些稀缺资源 其实现在医疗和养老在中国来说 目前已经就很稀缺了 更难以想象在未来会稀缺到什么程度 其实我觉得做国际化 除了走出去之外 我们还可以引进来 万达是不是可以在国际上收购一些很顶级的养老的管理机构 包括医疗管理机构 然后把他们的好的经验引到国内来 为我们国内的中产阶级 我们的群众百姓能够提供一些更好的服务 其实成为首富很简单 有时候只需要转一个圈就够了 就一个圈的距离 我为什么要去海外呢 其实是这样的 我对自己还是有期许的 还是有梦想 我想若干年之后 别人怎么定义我 我不想让别人以为我王建宁只是一个地产商 我能够做更多的事 这是从心理的角度来说 我希望把国际最好的资源和国内最好的资源能够嫁接起来 那么也让更多人知道 这个世界上不是光马云 马马腾这些互联网公司 他们做的事情都是正确的 那么所谓的传统公司 那么我有我自己的玩法 我有我自己的思路 所谓的打通 所谓的互联网嫁 不一定是他们来嫁我们 商业不是只有一种玩法 那么这是我内心对我自己内心的一个期许 这是从感情的角度上来说 从产业的角度上来说 我万达已经做了三次转型了 现在是我的第四次转型 那么我就第四次转型 我肯定要做这个去地产化 去地产化 那么怎么去 那么接下来金融肯定是我重要的支柱 然后文化也是我重要的支柱 那么如果是要做金融 要做文化的话 那么我的事业呢 肯定不能够仅仅局限在这个国内 我肯定要向海外去拓展 那么这是我从这个宏观站位上的一个考虑 但是我永远不会告诉你 我去下一家要买哪家公司 要不然的话 两亿就变成八亿了 他是把角色互换的原则贯彻得最彻底的 从头到尾没有一点跳戏 刚才过了一把首富饮 对吧 感觉怎么样 如果是真的就更好 他们都非常的投入 哪一个人的阐述可能更符合王健林先生 他对自己万达海外布局的一个规划 让我们在回归原位之后 为各位揭晓我们的答案 现在我要把一个难题扔给王总 因为你手上只能有一票 这一票不是因为他讲述的很好 而是因为他真的摸到了万达国际化当中的某一条轨迹 都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如果你要我一定做出一个选择 我可能会投何亿凡 我特别太信任他刚才说的话 不是互联网公司就是什么先进 其实你想了 所谓的创新型企业 无非就是新一年 过一段时间后他们也变成传统产业了 而且互联网也就是一个工具 没必要神话 所以我觉得他就跟我们对性相反一样了 何亿凡先生以自己勇于当首富的一种心态 在这轮当中获得了宝贵的一票 祝贺你了 为了让你更好的揣摩一下角色的心态 我在大屏幕上把节目一开始 还没有播完的那首歌再播一下 然后你可能能够更方便你走进角色的内心世界 好不好 来我们看一下 我不愿相信真的有魔鬼 也不愿遇见何人作为 也别想知道我当地是谁 也别想看到我的虚伪 刚才在播放这个短片的时候 我跟王总私下在聊 我说这是万达年会 您每年都要唱的歌 他说对 这个基本上算是保留曲目了 每次都要有王总上台唱歌 然后聊着聊着 后面就唱了那个勒勒勒勒勒 我回头一看 是语气词 我以为你在唱勒呀勒呀勒呀勒 所以得问问你 带领着万达拼杀这么多年 这到底是勒还是不勒 说勒也勒 说不勒也不勒 这叫万达哲学吗 不不是万达哲学 真的 你想 我们现在是一个 去年2900多亿收入 6000多亿资产 有12万 接近13万员工的一个公司 那你想 而且我有努力要让我们的公司保持高增长 要保持这种高速增长 资产利润 更主要是利润要保持这种环比增长 那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累的 我们这200多年来 洋人占了我们很多土地 而且也给我们的文化带来了很多摧残 所以中国人很多产生的不自信 所以有崇洋没外的心结 就觉得我什么都是外国越量元 这时候我说 那我说我今后就给自己定下奋斗目标了 我通过自己努力 至少在几个方面改变这种现象 将来中国人说谁成功 谁才是真正成功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觉得我往这个目标去奋斗 而且每每实现这么一个目标 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满足感 做到了这些我就觉得不累了 我就有成就感 可能每一个奋斗目标的实现 带给自己的那份愉悦感和成就感 很多时候不能用语言来描述 大家想不想知道王健连先生最初的一个目标 或者说他的一个奋斗的方向是什么 让我们大家一块来看一看 我在1989年和几个朋友在香港旅行的时候 在酒店的平台上看到了维多利亚文 我当时说了一句话 我这一生奋斗一定要干到有这样一栋楼 我的几个朋友都哈哈大笑 说哎呀这一栋楼得多大呀 那时候刚做生意第二年 吃饭还吃不饱 朋友说你的决心就那么大了 我说要不然就白白活着一生 这段文字配合着岁月流淌一般的 这些照片的叠加 肯定会让你想到在维多利亚港的那个夜晚 今天当然在很多人的眼中 事业已经特别有成了 而且个人也是功成名就了 再回想起那个夜晚的那份决心 你会有一些什么内心的特别的冲撞吗 首先纠正你 我不认为自己很成功 还在路上 我同意 不不 真的 这个相对你的自己的最终目标而言 最早的那些 那些志向 那感悟呢 我觉得人生目标它是在逐渐修正的 所以人生给自己制定目标呢 我的一个感悟就是 首先要有大的志向 力大志干大事 没有志向是不能没有成功的 首先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这个志向或者目标 切合实际 阶段性定力 阶段性修正 才能够切实进行 切实可信 所以我觉得我当初给自己定的目标 比较恰当 而且如果没有当初的 有一个楼的这个想法 也许今天没有今天这么一个 相对比较优秀的中国民营企业吧 有人说万达和王健林 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也有人说 他正在下的是一盘 谁也看不懂的棋 对此王健林并不在乎 他说这盘棋 只要他自己看得懂就行了 确实我们看到在国内的棋盘上 他也下的是得心应手 至于他面对全球化的这盘棋 究竟下得如何 我想还需要时间来考验 不管如何 我相信参与到这样棋局 当中的中国企业 一定会越来越多 谢谢王健林先生 来到我们今天的对话现场 希望今天的节目 能够让你一直认为 民意班的王健林 和民意班的万达的海外布局 能够有更多的一些清晰 好 谢谢王健林先生 谢谢大家 下周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